朱棣的金色雷电也是令的那三殿下以及他聚鱼做齐皆是一颤 看得出来 朱棣这一击的效果相当可观 雷霆至少会让海骄人和聚鱼的速度都会遭到削减 不过 这三殿下手中黑毛 与朱棣碰撞所爆发出来的黑气 就宛若活雾一般 朝着朱棣盘旋而去 朱棣顿时一惊 身形往后暴退 不过他的速度越快 黑气的速度也就越快 躲闪不过 那诅咒之力便是缠绕在了朱棣的身上 在朱棣咬牙间 却没有发现任何痛楚或者影响 只不过就是能够看到黑气在他身旁盘绕 啥破诅咒之力 掌眼法吗 朱棣谩骂道 那三殿下则是冷冷一笑 忽然 这诅咒之力猛地钻入朱棣的身体之中 原本还不以为然的朱棣 眼眸骤然缩成针眼般大笑 我 我的先知元气 怎么全部消失了 朱棣惊呼道 那远处坐在聚于背部的三殿下 则是用着一种计讽的语气 缓缓地说道 我说过了 你们都得死在这里 说完之后 那三殿下再度夹着巨鱼 朝着朱棣突袭而来 速度受到了金帝金雷的影响 比之前要慢上许多 但面对先知元气 忽然消失的朱棣来说 也是没办法躲闪的 巨鱼滑动着海水 速度奇怪 眼看着便是到了朱棣面前 萧炎也是发现了朱棣不对劲 立刻赶了过去 但说时迟那时快 三殿下的黑毛 瞄准了朱棣的脑袋 这一次 朱棣定是必死无疑 萧炎即便全速赶过去 但水中萧炎的速度 还是受到了影响 根本来不及 将你的鲜血洒出 染红这片海洋 祭我先作之威名 三殿下充满了自信 他已是认为 朱棣必死无疑 甚至不曾理会急速赶来的萧炎 萧炎抽出了身后的八荒玄重纸 以最快的速度弹射而出 希望能够争取一些时间 敢藐视我诅咒之力 去死吧 三殿下狂笑不止 脸庞之上 仿佛已经洋溢起了 斩杀朱棣的嗜血和自信 三殿下扬起黑毛 已是到了朱棣身前 萧炎也是心神一震 这一次下去 朱棣不死也要重伤毁容 不过就在此时 朱棣双眼 在这海洋之中 竟是变成了一双金铜 而那巨鱼和三殿下 都是猛然停下 黑毛距离朱棣的眉心 不过一臂的距离 萧炎立刻来到朱棣的身旁 手掌探出 刚准备用弑生纸 帮助朱棣 吞噬掉诅咒之力 朱棣却是忽然转头 对着他笑了笑 示意自己其实没有事 刚刚只不过是在演戏 海 海王一族 三殿下顿时惊讶出声 然后那鱼眼之中 充斥着骇人 海有海的规矩 无论你们来自何等界空 何等海族 其要听从我海王一族之命 这是先祖们刻写在血液里的规矩 那无知小辈破了规矩 莫不是你也不懂 朱棣声音无比严肃 令得三殿下身躯都是猛的一颤 立刻低下了头 三殿下咬牙说道 说着 目光转头 看向了之前那海骄人的头领 眼神充满了冰冷的杀意 而那首领心中顿时咯噔一声 直到自己闯祸了 定是性命不保 还不命他们统统住手 朱棣怒道 那距于背上的三殿下 立刻点头称是 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海骄一族都给我停下 声音一出 两边的战斗也是戛然而止 战斗才刚刚开始 所以并没有出现太大的伤亡 双方都只是有一些轻伤而已 问题都不大 速速带我前往海宫 朱棣说道 他也知晓 萧炎如今 很是担心古炎神族的情况 那三殿下 似乎担忧朱棣告状 若是给海骄王告状 恐怕 他也免不了一死 朱棣似乎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担忧 继续开口说道 只要我的朋友没事 你也会没事 三殿下苦笑一声 立刻点头 不敢怠慢 从那巨鱼背不下来 亲自下来领路 萧炎又是一脸错愕 不过也是看出一个所以然来 他们海族分三六九等 似乎朱棣便是那海王一族 凌驾于其他海族 在血脉的震慕下 这些海族都必须听从于海王一族 两边的战斗说停就停 吴卫战队这边都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只有海域战队的知晓 朱棣拥有着海王一族的血脉之力 没有迟疑 三殿下便是领着吴卫战队和海域战队 朝着深海缓缓而去 这片底下的海洋景观很是奇特 能够看到一些钟乳石横穿其中 在盈盈的海水之中 显得极为美丽 令人诧异 按照常理来说 在没有山蓝之中的底下海洋 应该是一片昏暗 或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可眼下 这片底下海洋却是一片通明 而且更诡异的是 随着深度的增加 越往海底走 越是宛若白昼一般 将这片海洋照的是一片通明 光线刺眼 硝烟知晓 这片海底的光线 绝非是偶然 能够使这片海洋 迸发出如此光亮 应该就是那火焰之心 白映无疑了 硝烟被火焰图止光线闪过一次 差点没瞎掉 所以 看着这种奇异且刺眼的光线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线索 至少硝烟知道 这一趟是来对了 足足下降了近万米后 水底一片通彻透明 出现在众人眼前的便是海郊人的海宫 不过这片海宫并没有海底 而是铸造在一个悬空在海中的石山湖上 硝烟目光先是看向了海宫 而后目光又是看向了更深的海底 那里一片透亮 硝烟心中震荡 距离火焰之心 已经越来越近了 但现在的首要 还是先将古焰神族解救出来再说 海宫四周 山湖茂盛 看起来尤为华丽 且海宫异常庞大华丽 其生活的海椒人足有十万之多 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种族 在三殿下的带领下 静止地朝着王宫而去 在海宫之中 无数的目光也是同时汇聚而来 皆是发出嘀吼怒声 似乎这些海椒人都十分抵触外族人 不过 在朱棣眼眸开河间 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海王异族的气息 便是令得这些愤怒的目光变成了亥然 最后变成了恭敬 皆是纷纷低下了头 似乎都在膜拜 虽然朱棣也许只是海王一族 无数代的后裔 也许他的海王血脉并不强大 但足以震慑 来到了王宫面前的大殿 那三殿下便是命人去通报海椒王 王宫之内 助力着海椒人的士兵 气势倒是显得充满了危言 王宫之内传来嘈杂声 萧炎眉头一皱 灵魂之力散发而出 便是感应到了熟悉的气息 周桑安他们就在里面 萧炎沉声说道 金陈涛早已是担忧不已 听到萧炎话语 才释放出灵魂之力去查探 然后眼眸更加颤厉了 这只剩五人了 金陈涛脸色顿时一片惨白 吞吐着说道 走 萧炎顾不上什么 禀报海椒王了 直接大步迈出 直接朝着王宫之内走去 四周的海椒人士兵 即使扬起了手中的武器 气氛顿时变得不对劲 那三殿下一看 便立刻怒吓一声 都放下武器 不得无礼 那些士兵犹豫了一下后 都纷纷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萧炎也是俨然顾不了这么多 直接大步流星的 便是朝着王宫内走去 朱棣也是跟在萧炎的身后 五十几人浩浩荡荡地 冲入了王宫之中 刚刚进入王宫 四周的海水便是出现了红色 浓浓的血腥味 弥漫在海水之中 在那大殿之内 便是看到武道身影 浑身都是鲜血 已是不成模样 金陈涛见状 眼眸顿时猛缩 整个人 似乎三分魂魄 都被抽走了一半 跌跌撞撞地跑到了跟前 查探着武人的伤势 武人都已昏迷不醒 不知是不是鲜血流得太多休克了 金陈涛立刻拿出疗伤丹药 分别喂给了武人 所幸还好的是 武人虽然都重伤 可都还有生命迹象 嗯 他们是你们的同伴 以此同时 在宫殿的尽头 坐着一道红影 众人的目光 都是汇聚了过去 见到这道红影的时候 众人眼眸 微微结实一缩 红影坐在王座之上 翘着修长的二郎腿 腿部长着火红色 却又带着五彩之色的鳞片 其模样更是有些特别 模样不似其他海鸟人那般 看起来凶恶 反而 抛开脸上不多的鳞片 五官生长得相当精致 他就是海鸟一族的王 海鸟王 海鸟一族 只有一个唯一的王 也是唯一的王后 整个种族都只有这一个女性 此时 朱棣在硝烟的耳畔说道 金晨涛此时扬起头颅 而后目光看向了海鸟王 血丝缠绕着他的眼球 眼里充满了沙发 金晨涛刚欲发火 却被硝烟按住了肩膀 硝烟看了一眼金晨涛后 在微微拱手抱前 对着那海鸟王说道 前辈 我等出来乍到 多有得罪 他们是我的同伴 不知是何人伤于他们 硝烟问道 金晨涛一正 心说 这不摆明这就是他们海鸟一族干的吗 那海鸟王动作优雅 就连眨眼闭眼 都给人一种舒缓的感觉 仿佛蕴含着宇宙星辰的眼眸 看向了硝烟 轻声说道 本王若是说 不是我等所为 你信吗 那前辈可知 是何人所为 硝烟眉头一皱 从海鸟王的语气之中 感觉不到什么情绪波动 此话不知是威胁 还是真言 硝烟都是无法分辨 本王不知 不过 我倒是很好奇 你等是如何来到我海宫之中的 是你带他们来的吗 小三子 这句话倒是有着一些不爽的情绪 目光看向了一旁的三殿下 渔王 他们有海王一族的血脉 被质问的三殿下 心中意紧 吞吐地说道 哦 听闻此言 海焦王也是轻易出生 目光扫过了硝烟一中 最终停留在了竹地的身上 的确是海王一族的后裔 只不过血脉之力 竟是如此稀薄 看来海王一族 如今也是凋零了 海焦王叹了一口气 说道 朱棣则是淡然地看着海焦王 即便血脉再细薄 老祖宗定的规矩 他的身份就要比海焦王高 所以 即便海焦王也必须低头于朱棣 海王一族仍旧昌盛 注意你的言辞 朱棣语气中带着怒意 赤声说道 那海焦王闻言 倒是轻挑嘴角 而后说道 区区一个 海王一族血脉之力 稀薄之辈 也敢在本王面前造刺 声音不大 却是充满着威慑之力 令得朱棣眼眸都是一颤 似乎未曾料到 海焦王竟会用如此态度 对待于他 朱棣张口 眼眸金芒闪烁 还没说话 海焦王便是继续开口说道 老祖宗定下的规矩 是在洪荒时代 海王一族护我一族 时隔无数岁月 这份血脉契约 早已淡薄 不过念在老祖宗的情分上 我可以饶你们一命 不过 注意你说话的语气和态度 本王很不爽 海焦王声音传出 朱棣顿时也是哑口无言 萧炎眉头微皱 看着王座上的红影 眼神渐渐变得冰冷 我问的问题 你还没有回答我 萧炎说 这一次 萧炎没有再客气 因为萧炎也感觉 古炎神族一众 恐怕就是这海焦一族所为 你要答案吗 你也可以认为 就是我海焦一族所为 这就是答案 现在你想如何 海焦王冷冷地说道 语气也毫不客气 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我不管你是什么海焦王 我也不管你是不是女性 请对你的话语负责 别以为 你们有那引语为傲的诅咒之力 我只是想确认 我朋友们是何人所伤 并无他意 还请你如实回答我 萧炎整个人的气势 瞬间就变了 海焦王的态度 令萧炎十分不爽 若真的是海焦王所为 此战也是在所难免的 说话间 萧炎视声指上 散发出诡异的波动 而这种波动 确实让那海焦王 眼眸也是微微一缩 这股波动 竟是散发着诅咒之力 海焦王顿时便是认为 萧炎也能够运用这诅咒之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